我现在在吉布提的市中心啊 大家看 市中心没有高楼大厦 就是这种三层的一个建筑啊 吉布提很热 需要一直喝水 哇迪马兄弟们 你看这是本地人现在在干活啊 在摘月啊 他们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 要下午就是太阳落山六点钟以后才能吃啊 来这边这个水啊 你得不停的喝 这个天气有点像伊拉克迪拜那边啊 就是差不多一个地方了 然后这几个国家呢 隔着也非常近啊 就是特别热的那种 今天呢 带大家去当地啊 非常大的一个盐湖那边去看一下 也是吉布提这边一个旅游的特色啊 现在华人大哥呢 开车已经到后面了 然后我就跟他去那边去看一下 这里是吉布提的港口 像一些修船呀 包括船的停泊都会在这里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海岸线 我们现在是在去盐湖的路上 开车的话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这个车呢 已经开到了这个半城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边 路边好多这种铁皮集装箱啊 就是翻了就没人要了啊 这边如果说搞一搞收废品的项目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啊 这么多 刚刚路过这个飞品站啊 这边还有这个山带网啊 飞飞 兄弟们看一下这飞飞 飞飞看着我啊 哈喽 阿三大马里公 哎呀 兄弟们看这个沙漠里面看到这个飞飞一家真不容易啊 来赏一瓶矿泉水吧 来 会不会喝 哎呀 可以啊 来喝水 喝水 喝水 我真的喝一瓶 我这喝上了啊 这牛啊 兄弟们这个车到底是怎么翻的呀 从这个马路上能翻到那边还能头朝天 哎呀我去 这开车的得要有点技术啊 要不是喝了十几斤 二锅头开不出这个效果 兄弟们这前面又翻了一台车啊 这也是一个运货车 这怕是也喝了不少皮的 能翻成这个样子也是奇迹啊 哇 这个场景太壮观了兄弟们 这个也是咱们中国建的风力发电啊 没想到在非洲急不急都能见着啊 太壮观了兄弟们 老多了啊 这边全是 这边都是啊 这里又有一个观景台啊 带你们看一下风景 兄弟们看我身后 这是东非大列谷的终点啊 感谢我送走带我来这么壮观的地方啊 哇 这东非大列谷 兄弟们看 太壮观了啊 可惜我没有带无人机 不然近距离带你们感受一下啊 这种自然景观真的太棒了 兄弟们 底下有河床啊 今天没有下雨 要是下雨的话 咱们还能看到 这个就是东非大列谷 特别像火星的那种地貌 我记得咱们国内之前有一个地方 叫安齐海峡谷 也是这种地貌 特别的壮观啊 哇 这个景色太美了啊 好好拍一个 我和东非大列谷的合影 这东非大列谷还有几个哥们啊 卖这什么东西我靠 这什么玩意儿 哇 这好像像某种宝石矿啊 天哪 这什么结晶啊 我靠 挺漂亮的感觉啊 家伙们刚从山上下来啊 咱们现在去沿湖 我们看一下 他们这个地貌 还是非常的千奇百怪的啊 之前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星球大战 就是在这边来取景 马上要下坡了啊 家伙们感受一下 这种像过山车速降的感觉 只有在吉普提这边能体验得到啊 哇 我们现在已经到盐湖了 大家再看前面那个白色的全是盐 我们捷径呢 再给大家瞧一瞧 哇靠 这场面非常壮观啊 现在开到镜头了 哇 这风 天哪 这风太大了 风很大 天哪 我被风推着走 这边是世界第二大的盐湖 大家看这个地方 有当地人 卖什么 都这种捷径啊 这个火山石的 什么火山石的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矿石的这个结晶 还有这个盐镜 这比方大 真的大啊 茶茶盐湖有的音频了 再来看这个盐镜 哎呦 这也是什么 什么矿石的这个结晶 它里面里面都是这种紫色的 还有这个是什么 厚实呢 东西挺多挺全啊 好牛了 哇靠 这谁不要的 嘿嘿 嘿嘿 这儿有一个羊头 不知道谁 准备车子啊 技术非常好啊 这绝对是技术 你看 钓这个羊头 啊天哪 这个风好大呀 大概有个五六级啊 真的有个五六级的风 你看我这头发啊 头发直接都吹了 我手机都拿不过 走路都很空啊 你看这个衣服 它这边一望无际的 全部都是盐湖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一路上 全是风力发电机 你看这个风 我天哪 好吧 这画一边 画一边就是一个造型了 看 再画这一边 这一边就算是一个造型 再画这一边吧 看 赶紧回车上躲一下 然后去下一个地方啊 这个外面的风太大了啊 大的头发都给你瞬间吹麻了啊 这个小老弟他下山啊 咱们就给他载一尘啊 看着就挺老实啊 这是返城 返城的时候在这个盐湖的旁边 他说里面还有一个景点啊 这是本地的老巷岛了 这里面有个温泉是吧 水很预料 到这个山谷了 这个风还是这么大啊 你看你看海水不应该是蓝色吧 这水是不一口的 尝一口吧 尝一口是个甜蛋如何 烫成了 这水是烫的 前面走着都开水了 咸的还是咸的 尝一下 口水 咸死了 我去 这水是烫的 非常神奇 兄弟们 它的温度大概有个五六十度左右 这是源头 源头 源头这应该是火山的吧 火山水 刚才尝那一口不会中毒吧 哎呀 兄弟们这个水是烫的 水 看不见测经了 那个毒涼的水是一样的 刚好那个温度 有点烫净 哎呦 哎呦呦呦呦 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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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烫 超一烫 元头这么烫 咱拿个那个塑料瓶去感受一下呗 看能不能把塑料烫坏 我看那个瓶里面有那个破白气了 哇好烫好烫 哇 兄弟们看啊 这个瓶子它现在已经熟进去了 这个地方很烫的 这个里面你别看着这个水比较清澈 跳进去的话能把水烫坏了 咱们再到前面去看看 多有意思了 最近我这个腿脚也恢复了 走路也变得自如了兄弟们 兄弟们刚才这个地方是火山营啊 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个水是烫的 然后现在我到这边这个水呢 就是看着这个梁锁 这个杜瓦的这种小鱼啊 鱼特别多 看 神太太好了 这根子鱼全部都是小鱼啊 哇天哪 这数量太多了 这有一个大水坛子啊 神奇的是这里居然是淡水 然后到这里呢就开始变咸了 从那边呢就开始变成开水了 这边比较神奇 走吧 洗把脸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deficit